安东尼底线加盟火箭,也让球队的战力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,上个赛季,安东尼因为没有找准球队的位置,带来停过得相当不舒服,如今来动火箭,也继续尽快的融入球队之中,而德帅在接受记者采访,是也对安东尼充满了期待。 一,德帅谈安东尼首要任务,火箭主帅德安东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球队给予安东尼的首要任务,是让他适应球队的进攻,尽快的融入球队,才能让安东尼更好地表现自己,毫无疑问灯泡组合是球队的核心,因此在指定战术的时候,并不是以安东尼为核心,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改变。 作为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来说,安东尼必须清楚他在球队的定位,实际上在火箭内部的训练营中,德帅也对球队的阵容进行调整,并且积极地观察安东尼个人需要进行怎样的调整,以便尽快地找到让他舒服的位置。 根据球队阵容的磨合之后,尽快找出适合他的路子,让田光为球队做出贡献。 二,德帅对安东尼充满期待,正是因为安东尼的加入,火箭阵容发生了显著的变化,因此需要对其做出适当的调整。 新赛季里安东尼依然会进行一些单打,这也是他所擅长的,不过由于火箭三分磨球的理论,德帅还要求他更多的出手三分。 上个赛季,安东尼三杯球场军出手6.1次,能够命中其中的2.2次,命中率达到35.7。 在新赛季了,这个数字或许还会有所增,长,实际上出了三分之外,上篮和罚球的次数,也希望安东尼能够相应的增加。 与此同时虽然德帅表示安东尼需要接受自己的位置,但是还是会给予安东尼个人表现的机会。 德帅希望安东尼的改变,无论是对田光本人,还是球队都是最理想的状态,但是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 即使对哈登和保罗的帅也是非常期待,在这一点是,德帅试一试同仁道,可以说德帅非常重视安东尼自身的变化以及给球队带来的改变。 三,即前赛三巨头或出现端尼,作为联盟中最优秀的球星之一,安东尼在上个赛季也开始走了下坡路,但是不可否认安东尼依然是联盟中最出色的前锋之一。 毫无疑问他有机会与灯泡组合,形成全新的三巨头阵容安灯泡组合。 如今季前赛已经开始了,10月3日火箭队正灰熊的比赛也显得至关重要。 毕竟灰熊这个对手,在上个赛季常规赛,直出曾经两次扳倒火箭,但是随之抗力的受伤,灰熊后期也走上了百烂之路。 毫无疑问这名克制火箭的对手,也成为了火箭融合度的试金石,因此,季前赛虽然无关成绩。 但是在面对这样的对手时,或许能看到安灯泡组合的成功连线,如果三巨头得以实现,那么莫雷的运作也将再次封神了。